他就說他有5萬元資金 他就想買9988 對 想買阿里巴巴 他說你認為怎樣呢 他說有沒有機會短線反彈呢 今早就升4%就上回90元樓上了 我不是很懂分析的 阿Reed 你又有什麼看法呢 覺得現在買 正不直搏呢 我想阿里巴巴 你說是甚麼直搏呢 短線反彈一定會有 不過今天已經彈了半成了 所以可能你錯過了 問得來 我想其實你說真的要去 不知道你打算50元 是想著一個投資期多久 短線的話 你現在買一買薄薄它可能反彈 有的 但我覺得直搏率不太高 對比其他可能剛才提到的同類型股份來說 阿里巴巴的風險真的是 對於一些散戶來說 就是消息太多 而且近期的消息都會傾向稍微負面 除了之前說來香港做一個主要上市地位 可能查了一招之外 你看到圖也無力在上 所以你說真的要搏這隻 或者其實是 我想可能比較舒適一點 你可能留意 例如看它的估值來說 其實對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相對 譬如騰訊來說還是高一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相當有興趣這隻的話 不妨 可能你看到你今天早上升高半城 不排除下載下去 你就在這個位置少住吸納先 希望再薄上90元企穩之後 可以挑戰逼迫100元這個水位 但我暫時不太建議住 如果你再穩陣一點看 你真的很喜歡這隻的話 我只是看看它90元企不企穩先 我經常說企不企穩的情況 我只是說不是看一日的 可能是看幾日的情況 你收市都在90元樓上來說 可能真的有一個底部 初步暫時看到了 那才是去吸納 如果我再給你見面 如果你不是說不一定是這隻的 其實你說這麼多一間大型方網股 我覺得可能騰訊現在反應 更加值得博一博 雖然更加有趣 但騰訊還有很多業務 可能在尤其的估值 騰訊現在都相當低產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真的購買的話 可以想一想一想騰訊 當然你問的問題 希望買阿里巴巴的話 我就建議你 短線現在這個位置 我想都無妨 但我不建議 最佳可能是在看 究竟90元的關口 是否可以找到 看多幾天